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操作方面 目前我们还是维持昨天的看法 也就是你要么在三个人气板块里面跟着做轮动 要么就是做组合配置 另外喜欢做超短线的 今天下午和明天可以看看可能会有超短线介入的机会 那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今天晚上再见 谢谢